271 浙江日報41所本科院校舌水應用型轉型 2015年7月27日一版《耀文一》馬月本報 《杭州》7月26日信 記者馬月、記者今天從省教育廳獲釋 近日、省教育廳、省法改委、省財政廳聯合發問 同意浙江師範大學、浙江中醫藥大學、 浙江科技學院等41所普通本科院校 涵獨立學院試點加強應用型建設 重點鼓勵學校整體進行試點 也鼓勵學校選擇若干二級學院或專業 先行先試 到2020年,這些高校的應用型專業將佔所在院校專業數70%以上 在應用型專業中就讀的學生將佔所在學校在校生80%以上 伴隨著中國製造向中國創造轉型 以及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推進 社會對人才需求的結構已經發生變化 不僅需要一般技能型人才 更需要懂技術 能創新創業的複合型高層次應用型人才 本科院校向應用型轉型 主要是引導高校進行人才培養模式的改革 培養應用技術人才 從而破解現實中存在的就業難和技工方困局 據省教育廳、省法改委、省財政廳關於積極促進更多本科高校加強應用型建設的指導意見 加強應用型建設視點的本科院校 要完成六項主要任務 分別是轉變辦學理念、創新辦學機制、改革培養方式 加強教師隊伍建設、優化學科專業、增強創業能力 我省41所高校主動提出視點實施方案 在明確應用型建設方向的前提下 各高校可根據自身實際確定視點方案 加強應用型建設時高校分類發展的一種路徑 據了解,目前省屬各高校共有專業報點2000多個 其中應用型較強的功科類專業佔據三分之一 這為本科高校加強應用型建設提供了基礎 寧波大學科學技術學院是本次視點的地方性高校之一 歌院副院長林雪明表示 學院形成了與應用型本科人才培養 相適應的平台加無快加拓展的課程結構體系 今年5月份成立的電子商務學院將成為重點打造的學科 以應用型人才培養為導向、創新人才培養模式 制定出基於校企合作、項目驅動式、多維課堂聯動等多種教學模式 希望願意 geo for the who covered 就位可 tudo 懸罰